近日关于刘晓庆秘密赴美完婚的新闻传得沸沸扬扬 占据各大娱乐板块 刘晓庆团队发表声明 透露其第四任丈夫王小玉的情况 声名中称刘晓庆与第四任丈夫已于去年注册结婚 还称其丈夫比刘晓庆大师将门之后是黄埔后代 其父王健秋是黄埔武汉分校七期毕业生 而且王小玉还是2010年全国政协委员事业成功 此外据刘晓庆身边工作人员透露 刘晓庆将于美国时间8月20号在美国举行婚礼 58岁在迎人生第四春 刘晓庆心情如少女般激动 连续在微博中大晒婚礼前亮照 并感叹称世界纷扰岁月静好 照片中已经58岁的刘晓庆看上去仍然美艳 头戴着鸭舌帽扎着小便身穿条纹T恤 配黑色短袖外套坐在沙发上静静的看报纸 看上去非常的享受这份惬意时光 看到粉丝反应强烈 随后刘晓庆再次晒婚前亮照 并在微博中谦虚的写道 亲友说这张照片是花样年华 我说是花裙子而已呀 照片中的花裙子惹眼 而坐在沙发上的刘晓庆更惹眼 一头齐儿短发 神采飞扬 皮肤好的像18岁少女 刘晓庆的美艳照 让网友直呼是不老神话 更有网友留言调侃称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防腐机代言人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